大家好,欢迎收看星周日报的沙巴新闻 今天是5月11日,星期四 先来关注今日头条,没水冲凉不能上课,要求上网课被拒 沙巴大学学生控诉学生宿舍长期没有足够净水供应 严重影响他们日常生活及个人健康卫生问题,甚至无法沐浴上课 他们也控诉针对缺水无法冲凉事宜 向课程导师要求把实体课改为网课 但却遭到导师以沙大会缺水至期末为由,拒绝他们的要求 他们指出,导师也提醒他们若无水的话就无需冲凉才上课 也无需在课堂上公开表明自己是没有冲凉上课的事情 有学生的家属为此在推特为包妹打抱不平 只沙大每个学期的学费昂贵,但却没有照顾学生福祉 就连基本的净水也无法提供 他也批评包妹的导师发言不当,只身为导师应当体恤学生 不应发表美水就无需冲凉上课的言论 首相署法律及体制改革拿督斯里阿沙利纳 挑战自称是已故苏鲁苏丹继承者的人士 如果真有证据,可入禀国际法庭声索沙巴主权 他说,这件事关乎主权问题而非商业纠纷 阿沙利纳出席2023年国际仲裁座谈会时指出 所谓的苏鲁后裔如果真的拥有资格、证据、地图和文件 大可到国际法庭向大马提出挑战 前交通部副部长阿多阿兹巴拉威认为 设立沙巴州营航空公司有助推动沙巴旅游业 有了自家航空公司,沙巴与国际将有更好的航空联系 尤其是中国及台湾 疫情导致访沙的中国游客人数急剧下降 在疫情爆发前的2017至2019年期间 中国游客几乎占沙巴入境游客的半数 根据沙巴旅游局的数据 2017至2019年期间 近60万中国游客人次访沙 占访沙游客人次43.4% 但在2022年6月降至6.3% 沙巴民意党宣传主任拿都尼站狄丁案表示 首长拿都哈支支诺领导的沙巴州政府 目前已获得大约50名州议员支持 人民代议是对州政府的支持几乎达到50人 超过本周一半的州议员人数 尼站博斥有政治领袖指沙巴州政府越多议员 支持越不稳定的说法 并强调议员的继续支持将会使到情势越来越稳定 他说 此前有人企图在沙巴组建后门政府 但是当支持哈支支州政府的州议员人数达到44人后 一切已经尘埃落定 服务任期届满的丹斯里阿战巴基 再次受委反贪污委员会主席职 为期一年 从5月12日起生效 阿战巴基是于2020年3月9日 受委委反贪会主席 取代前任主席拉蒂花 其任期在今年5月12日届满 山打根人买水开销大增 网民喊道 何时才有净水 因为被迫在外购买瓶装饮用水 人民生活因开销增加而越来越糟糕 售卖瓶装饮用水的商家却越来越富有 尽管山打根内贸局强调 目前山打根市面上的瓶装饮用水供应充足 却有大批网民对此说法不买账 纷纷在脸书社群留言发声 要求有关当局先别管瓶装饮用水的供应 而是先解决自来水带有咸味问题 还人民干净且可安全饮用的自来水 有网民认为 地方当局应优先解决 解决山打根的输水管问题 否则人民将继续承受输水管破裂 带来的断水之苦 扎巴青州为您报道